两名辅警在三八旺一带执勤时被一名30岁的男子攻击 其中一名辅警被镰刀砍伤 嫌犯已在使用危险武器伤人罪名下被捕 并在明天被控上法庭 警方发文告说 星期一傍晚7点30分接到了报案址 两名协助国家环境局执法的辅警在坎贝拉连路 被一名男子攻击 其中一名的脸部被打 另一人则是手脚被镰刀割伤 男子干案后逃离现场 但在七个小时后落网 他将在星期三在使用危险武器伤人罪名下被控 有序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Facebook贴文说 两名辅警是在发出了唯利吸烟的罚单后被攻击 部长表示严正看待公务员执勤时遭暴力攻击的事件 且绝不容忍 若干案者被定罪 当局会毫不有余的对他采取行动 2 1 2 1